世界日日新有报天天独 亲爱的朋友们好 我是鼠婉 在刚过的这个周末假期 不知道大家过得如何 又是一周的开始 一开始呢 都希望好的开始 要看一个大好的消息 至少在刚过去的这个星期天 对于很多航太科学家 中国的科学家来说 是紧张又刺激的一个时间 今天我们看大公报 全版的标题非常清晰 传来一个大好的消息 长六 成功着陆 月球采样 全球首创 同时呢我们可以看到 因为如果大家 我们现在对于这个太空 接着探秘 寻月 这个部分有了解 你看它有这么大的一个版面 包括这次非常重要的一些 科研进展呢 也都做了一些 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 那么在今天 国际的许多关注的一个话题上 特别在以哈之定的进展 拜登的停火方案 以色列看似接受 但实际上内部 还有很多一个盘算 我们赶紧先来做国际聚焦 六月啊 这个时间点 因为包括呢 在俄乌 我们先看俄乌的一个情势上 这俄乌的情势呢 接着要开和平峰会 在瑞士所举行 近期到底谁参加 够不够分量 能不能做出更突破性的 一些结论等等呢 一直受到观察 今天看到消息 泽连斯基指华诸俄 阻他国参与和会 但中方强调 致力劝和促谈 对俄乌都不支持 联合早报 俄罗斯使馆回应 泽连斯基指和平会议 是个笑话 我们看完一起讲 另外联合早报 这里有一个分析 说中国为何不参加 乌克兰和平会议 其实这个部分 中方也多次的 对外表达立场 在俄乌的这件事情上 因为我们不是有关冲突的方 不要拱火加油 中国是希望在中立 而且要政治解决 而且在这一次呢 外交部发言人毛宁 也再次对于中国立场 进行了解释 就认为呢 国际和会 你要具备 俄乌双方都认可 各方平等参与 而且所有的方案 都应该要平等讨论 公平讨论 有对话 这个才是符合条件 所以我们认为呢 在俄乌的情势上面 如果少了主要的两方参与 基本上这样一个国际和会 它是不具备 一个诚信的基本空间的 那么接续呢 再来看的是 在南海的一个情势上 在刚过的这个周末 新加坡所举行的相会 因为这是年度最重要的 一个地区安全型的会议 当中呢 有一些谈话 所引起的情势观察 就开始在发酵 大公报 中国海警人爱交执法 非方尽枪指挑衅 这是非空头补给 非法坐摊军舰 以及民报 称南海克制有限度 唯有不点名 警告非引火烧身 这指的是 中国国防部长董军 在相会上的一个谈话 这两个事情我们来看 在官媒呢 中国官媒所看到的一个照片 因为非方对于 非法坐摊仁爱交上的 非舰空头补给时 他们看到两名舰上人员 持枪用手或用枪指着 中国海警 对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呢 董军在相会上面所提的话 他其实并没有点名 但是大家都认为 听的意思很清楚了 也不需要说特别点名 他就提到说 因为在南海地区 侵权挑衅行为 中方已经做了足够的克制 但这个克制并不是无限度的 所以呢 这个也是按指非方 你开始要明确自己的利害关系 要重新回到一个协商对话的一个正轨看 那么更多的分析也在看 你看菲律宾近期不断的是这些动作 他们似乎也铁了心了 菲律宾铁了什么心呢 菲律宾似乎铁了心 要准备承受一波打击了 那么接着来看的 这台海情势也是在这次相会上 反而是非常凸显的一个话题 经济日报 董军烹美切香肠掏空一中 助长台独 联合早报 台军方解放军登陆亭罕见 进入金门限制水域 以及董军商会上谈话 大家媒体看到了标题 谁敢分裂台湾壁粉身碎骨 再度抨击 这个赖清德上台之后 他这种赤裸裸的渐进式的台独 去中国化的行径 他同时当然也不点名去暗指 有外部势力操作 如同切香肠一般的 去助长这种情况 掏空一中原则 虚化一个中国的原则 所以这次的话 被认为说说得非常的重 那么联合早报这个消息 我们看到两岸之间 因为不断的强调 这是个内政问题 不容许外力干涉的情况下 但这个事情说明什么呢 在台湾媒体自己的观察也说 在今年二月 金门水域发生了翻挺事故之后 我们就看到 中国大陆海警队多次是公开的 而且去公布 说船只在金门水域进行执法巡查 进行执法巡查 那么后来呢 我们更看到一个词 是指常态化执法巡查 所以这个情势显见 金门马祖有一段时间的 净限制水域的默契 已经被打破了 那么美中关系情语表 继续看香格里拉对话会如何建成两国论件擂台 它这个标题呢 也就是说 相会已经目前是成为这么样的一个场域了 然后东南亚媒体法广 相会背后烟消依旧 明报一个观察 相会观察台海局势走向的新平台 对 因为重点是他所打造出了一个重要性 近年的一个参与度 对话方向的作用性 相会背后烟消依旧 这当然是看到目前的一个情势 我们看到包括呢 防长董军这次呢 把话在北京的这个坚持上 也说得非常的清楚 大家觉得他的措辞呢 也非常的强硬 那么在美国防长奥斯丁的相关回忆上 有一些是避重就轻 但是呢 近期在南海的情况上 中方呢不断再次去强调主权的坚持 但美方呢则是不断地在这个地方 包括联合菲律宾等等 还要拉日韩去不断地增加一些军事部署 其实除了大家更多看到这个部分 更多的还有包括缅甸的内战 也很受到关注 因为缅甸内战联动在东南亚 几个国家都很关注 特别是泰国的媒体 所以他们认为这一波呢 当前的这种区域形势 特别在今年底之前 大家不断地去拉高自己的戒备形态 似乎是不会改变 那么但是呢 总体来讲 在明报所做的这一篇 专家观察的分析当中呢 却认为总体来讲 这次相会上面 中美军方还是有一个沟通对话 中方还是持一个正面的态度去看待 因为认为是有建设性的 而且我们别忘了 今年年底还有一波 就中美之间的军事沟通 危机沟通的对话小组呢 会再做一波的接触 但是呢 有接触有沟通 但是实际上还有没有更好的一些进展 特别在美国大选后还很难讲 明报呢 从现在开启 他们会做一个一系列 因为美国大选快要进行 所以会做一系列 有关于中美关系的一个前瞻专题 那么这一篇就是他们 对于北大学者贾庆国先生 所做的一个访问 标题看到对中方核心的意义 美理解大意于华 比如说中方强调一中原则 美方说一中政策 同时还加入其他的私货 令中很难接受 这是他们前面这个标题所述 但这是我们看 在台湾问题上 美国呢 他的行动跟理解 本来就是大意于华 因为对于美国人来讲 他们一切的事情呢 首先就是考虑自己美国的利益 也仅考虑到美国的利益 美国人当然清楚 台湾问题呢 是中国的利益核心 所以他才会利用去台湾 去搅动中美关系 以让自己获得更大的一个利益 在以色列跟 现在跟哈马斯的一个对战情势上 明报 每逼以总理选停火或保卫 难破僵局 新岛以两级右部长 反对新停火方案 威胁辞职 以及法广 以色列说接受停火协议 但需修改 数千人集会要把人质带回家 这是拜登提了停火方案 他有三个步骤 第一个是停火六周 哈马斯释放部分人质 第二个呢就是无限期停止战争的 一个进入对谈 释放所有人质 第三个就是一个加沙重建方案 本来内塔尼亚胡看似要接受 后来呢又透过他的办公室幕僚 对外放风说 这个方案呢 看起来是不错 但有瑕疵 还有很多工作 没有完成 他提到 他们的这个核心目的呢 还是不能让哈马斯生存 因为否则呢 他们认为只要哈马斯继续掌权 就不可能有停止战争的一变 的这可能性 所以呢 显见的内塔尼亚胡 其实内部 因为他还有一些政治上的压力嘛 但是对于美国的这种想法来看 我们就说包括很多美国媒体 也就是这么分析 觉得内塔尼亚胡呢 他可能你不是停火 很难保卫 事实上到底是如何 这个情势走到现在这个阶段 显见呢 就是因为拜登现在已经 没办法管住以色列了 他可能拿以色列也没有办法 所以让情势现在走到这个地步了 另外 美国预计 如果哈马斯接受 以色列将同意停战计划 这是美国自己的想法 谈何容易 我们都知道这个进展都谈何容易 美国说了几次了 对于这种和谈 停火呢 是有进展的 就还是不行 南华早报呢 这里则是哈马斯这里也说 是不可能 不太容易停止战争的 接下来我们来做国际速报 在刚过的这个周末假期 朝鲜呢 又对韩方面 飘出好几百个垃圾气球 今天消息韩联社 韩美防长批潮 空飘垃圾气球 有违停战协定 以及韩江积极应对 朝空投战 或重启扩音喊话 中央日报 金宇正称 投放垃圾气球 属于言论自由 不过我们可不可以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这个投放垃圾气球 它至少不是核武器嘛 这朝鲜半岛的无核化 那是比较积极正面了 另外呢 亚洲军演次数增 每20年破千次 当然呢 这也反映了几个海域上面的一种安全形势争端 另外日本的媒体则是看日美韩防长会谈 同意把安保合作制度化 这个情势确实要关注 因为这个制度化呢 是包括了情报共享 他们的一些政策在协谈定制之前的一个沟通 还有一些军事演习联络等等 另外日本晋国神社石柱被喷漆推了厕所 然后有一名中国网红已经认了 说是他做的 这个叫铁头 那么同时在日本现在这边 还有知名的整容医生玄红 1000万日元说要抓这个人 那大概是近50万港币左右 但这个中国网红呢 他主要他是来自浙江杭州 曾经涉嫌开设土场 赌场被判刑 去年呢 他传了很多打假影片 那粉丝也不少 但今年初因为他直播的时候 自曝召记 遭到多个社交平台封杀禁令 接续的是金融时报 今天提到拜登竞选 因为特朗普在虚报 这个虚造假 商业记录造假 这有43项都是一级罪名 每一项罪名单独的都可能被监禁 最高可能被判4年 现在特朗普呢 这样的一个情况 让拜登阵营抓到一个方式了 他们觉得开始要重炮 往这个地方去轰炸他 但是有没有得力很难讲 因为华尔街日报再来看 因为特朗普接续还有驳斥 这件事情对于特朗普的粉丝 支持者来讲呢 他们认为这个已经超过司法理解 他们认为这是个政治事件 目前为止的最新民调 看起来对特朗普 还没有太大的一个影响 接下来不知道 接下来呢 比较要观察的就是 接续几周的一个民调 看看他会不会 还有进一波的一个拉动 因为这就会影响到6月下旬 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辩论赛了 所以经济日报今天看 特朗普严口废案最诚 对选情利多于弊 就给了一个问号 主要就是看民调说话 另外如果特朗普被判入狱 特勤局特工也得进去 顶改 为什么呢 那是因为美国的法律规定 特勤局要全天候保护 他们的美国前总统 所以呢现在呢 包括法院呢 做出了判决之后 各地也在那边联络 他们没有遇过这个情况 特朗普毕竟真的要被关到监狱里面 他不是一个普通的犯人 怎么办 也还在想 经济日报 特朗普进驻TikTok粉丝 超过45万 说感荣性 另外啊 面对司法呢 还有拜登家族 拜登儿子持枪案 将出庭应训 美大选成司法攻防战 那以及这个礼拜 美国的媒体也在看这个进展 但是明眼人都知道 这是避重就轻 因为他涉及的罪项呢 所有的罪名当中 最轻的就是这一项 印度大选莫迪 莫迪执政联盟 料大胜 经济日报的标题 因为啊 这个已经 大概六个 六个 六个星期了啊 到礼拜六的时候 已经结束 目前出口民调 看起来是如此 那么这个 这次印度的大选呢 涉及了 九亿七千多万人口 两个联盟之争 以这个莫迪所领导的 印度人民党是一个联盟 反对的国大党 是一个联盟 这是要预料他 也会继续他的第三任总理 如外界预期了 墨西哥大选 将迎首位女总统 当地你看 这边的媒体 也都在报道 因为礼拜天的时候 他们举行的选举 因为这次呢 执政的跟反对党两边呢 他都是推出 女性总统候选人 那么目前看到呢 民调比较高的这一位 声势比较高的这一位 是墨西哥 现任总统 被视作是他的一个 政治门徒 所以大家也看他的发展 另外呢 金融时报头条 今天看 这个现在被预作是 地球上最有价值的 晶圆制造商NVIDIA的 这个总裁 ZIO 黄仁勋 在台北的电脑大展上 公布了他们最新的一个 人工智慧晶片情况 所以让大家觉得 他们是希望 力保在这个制造业界 人工智慧领头羊的地位 所做出的一些努力 另外欧佩克加 同意延长减产措施 提振油价 今天金融时报也这么说 本来到今年9月了 他现在呢 说后面12个月 逐渐就没有 不用减产了 但是现在因为情势 使然 主要是美国跟加拿大 他们的产油量都激增 所以他现在要延到 明年年底 这次的决定做出 也可以凸显这个产油集团 内部的一个挣扎跟困难 因为他要让各个产油国之间 保持一个和谐的同时 就希望能够稳定油价 这是全球首创 就一开始呢 大公报 我们也一开始举报的时候 所看到它的这个版面 在讲这次长六成功 着陆到月球背面 要采取最古老的月球月壤 明报标题 判采样创立时 这次你收集两公斤的月壤 月围反地球 那这一次呢 的采样的这个土壤啊 在科研上头来讲 也是与国际共享 也非常的大方 因为这一次的一种碳密呢 特别在月球背面 长期以来呢 它为什么它也很难 因为在着陆的过程当中 就有很多的一个技术难度 继续来看 大公报这里提之箱是 船公挖宝48小时任务 看冬气寻水源 同时呢 也在期待 有一个计划 再过二十多年 包括呢 在月球如何做基地建设的可能性 因为有些啊 他们发掘在上头的物质 有些是可以就地采用的 联合早报看 探索月球背面有什么意义 这张图还蛮简要的 它说为什么人们看不见月球背面 因为这也才知道 它加上了一般地球的公转 跟月球自转的时间跟角度呢 会发觉月球有一面啊 始终是背对着地球 所以大家才对它很好奇 包括它在上头有什么样的物质 特别值得一说的是 这次的合作呢 也是一个国际高度合作的一个展现 我们看到在那个大公报的社会论里面 有提 它上头呢 像这一次的一个客气啊 这个东气 东气探测仪是法国的东气探测仪 然后是欧盟太空总署的负离子探测仪 另外还有意大利的一个 它是一面折射镜啊 前面还有三个字 我忘了 再也很专业 然后包括呢 还有跟巴基斯坦这里相关领域的合作 所以说呢 接续呢 也会邀请这些科学家 大家这些采回来的月壤样本 包括一些数据是会共享的 这个部分啊 在中国的航太事业上头来讲 在科研上头来讲 又是看到一次非常高品质 心智文化力的对外提升 当然就很关注 大家可以多看细节了 再来看国家安全机关又破获一起 英国军情六处重大间谍案 M16 英国秘密情报局 他在他所公布的信息当中说 策反了某中央国家机关工作人员 王某某周某夫妇的重大间谍案件 一般来说啊 这种案件的公布一些细节 主要也是提醒 让大家提高一些意识 因为他这里就提到王某某 因为他申请一个交流 赴英留学的时候 而他呢 整个过程很快就被审批了 那后来有人接近他 招待他 他们发觉呢 他特别有重大的金钱欲望 所以就这么样一步步的设局 让他深陷其中 因为呢 对于英方的情报人员来讲 认为他有利用价值 后来呢 甚至希望他游说他的老婆呢 也就是周某 这名妻子呢 也能够一起加入 那现在呢 国家安全机关 经过缜密侦查之后 也公布破获了 这么样一件重大间谍案 美国之音 中国和阿联酋联合声明 将开展军事经验交流 那这次呢 几个中东国家 因为中阿的峰会上头来讲 我们也看到接触有很多的双向的发展交流 在很多方面 那么但同时呢 法广监视有一个这样的消息 伊朗外交部罕见召见中国大使 抗议与阿联酋社争议岛屿 所以当中呢 伊朗外交部 他上头报道所写的呢 是因为有三个岛屿 从1971年来讲 伊朗是失控 但是近期他们注意到呢 这中国跟阿联酋方面的 这一些联合声明 所以伊朗外交部 现在呢 有这么样的一个消息出来 当然要后续来看情况 那法广 知情人士 俄中天然气管道协议 因中方价格要求而陷入僵局 今天金融时报 放在头版的位置提到 就是俄中的天然气管道的这个谈判啊 那现在因为就是北京呢 他在价格上面谈不拢 所以呢 还没有成局 不过俄罗斯方面 倒是一直放出正向的消息 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够谈成 这里提的呢 就是西伯利亚二号 这个管道建立 当然他经蒙古到中国嘛 而且他每年的供气量呢 也可以大增 但是从实际面来讲 市场分析人士认为 中国当前需要的 需要的天然气量呢 还不需要这么多 那么同时呢 在俄乌之后 我们看到俄罗斯承受的压力比较大 特别在对于欧洲 供气上面受到制裁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他现在呢 也在努力另寻其他的一个出路 但是就是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 看来俄罗斯必须要在价格问题上 要释出绝对的诚意 被欧盟列为超大平台 这个是一个平台 必须要遵守更严格的规定 这主要就是中国电商巨头 拼多多旗下的这个跨境平台了 他现在呢 因为在欧盟我们知道 他已经出来了 都说是最严格的一个数字服务法案 所以呢 所有的商家 其实接续在跟欧盟合作的时候 就要去了解他们对于数字新规 对于电商品牌的一些要求了 另外FT中文网看到是 美国海关真要开始打击跨境电商了吗 大家一听到跨境电商 就会觉得影响很大 可能是对华企业 因为对华企业的跨境电商 做得最厉害 但实际上呢 它在联动很大 因为之前我们说 它这里核心呢 在这篇文章的分析当中 它列举了 他们彼此之间海关报单的 这很多细节了 但意思呢 是其实美国海关核心要打击的是 属于虚假申报的部分 那很多人可能一看到 他平常在查包裹的次数怎么样 就可能就一刀切就认为说 这就是要扩大 要打击跨境电商 那他们觉得文中认为说 这很偏颇 所以呢 主要还是看一下 美国海关的一些规定 因为他们有一种虚假 虚假申报法 就特别在这一块的部分上面 去琢磨的话 也就能够了解 近期的这些情况了 接下来我们做中华苏报 房市政策 经济日报看 苏州推时六条楼市新政 不再限购 我们来看一下 它这个不再限购的一个要求 他说今天开始 全市范围内就不再审核 购房资格 买房即可落户 同时取消首套房和二套房 个人住房贷款利率下限 首套房和二套房的首付比例 会分别调降到不低于15%和25% 另外呢 正确时报看房企拿地节奏放缓 谨慎和聚焦 仍是投资主旋律 其实谨慎聚焦呢 不是更好吗 那核心是说 各地开始松绑之后 把一些限购的条件 做了一个更多的放宽 那么实际在购房量上来讲 刚需的需求 到底竟然到什么程度 就接续要来看 这新一波的一个数字统计 《华尔街日报》中文版 今天有一篇说 中国地方政府的新收入来源 数据资产 这个相关的版面呢 主要是看到 中国在经济力恢复的同时 到底属于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 化债的努力做得如何 最新他们看到呢 是地方政府 似乎在寻求一种非常规的方式 那个意思就是说数据吧 因为这个数据啊 你看包括你的停车场 能有停多少车 你的道路上面 大概通行车辆的数据 等等 还有很多啊 涉及大众运输交通上面的数字 因为这些数据 我们要说 现在啊 这种科技情势发展的情况 无形的数据资产 可能比有形数据资产 来得更有操作 还有它的一个价值性 所以呢 认为说 现在把这个数据资产化的 一个概念想法呢 这个部分呢 是一个发展的一个观察点 还有微短距的生长 中国的微短距生长啊 这两三年冲刺的非常的快 但文中也提 目前在微短距的投入参与者呢 大概有三个方面 一个就是传统的文学圈 跟内容呢 延续高品质的内容 另外是产业影视圈 第三呢 就是互联网平台 那现在呢 这个中国短距生态食物 也很受到外媒关注 而且呢 你看他现在有一个短距生态运 现在是没有精神 和跟报备的微短距 是不能够上网传播的 在新法规定之后啊 即便如此 可以看到 还是有很多的微短距 顺利上架的同时 挖着整个产值面非常大 当然这个产值面的背后 也相当于程度发觉说 大家对于微短距的一个需求吧 对于微短距生态运